这排棋讲解的是小祖寝王 2022年的女子相甲 红方是朗七棋 黑方是五可心 开局是中炮 对战的是平风马 这里对方走的一招 非常有意思的招法 开局的话是炮二品三 这是五级炮 那黑方呢走的是横拘 这个意思在于呢 对方啊 现在你冲兵我不怕你 你要打的话飞行还向你 我要快速把狙拿过来威胁你的马 所以这个炮个开马 他不能够轻发 炸二红方这个棋就有狙八进三 他的意思就是守住自己的兵线 让你不能出狙过来威胁他的马 如果你要对狙的话 他对完你之后呀 抢先冰三进行发难 这就是红方一个新式招法 很有意思 黑方的话狙九平六 他的目的是 我的狙不能够过河威胁马 我就可以骑河抓你的兵 再威胁马 将取境通幽 那红方正常上马是要出狙 黑方也就马去进八封锁 红方马去进六威胁中路 黑方到这儿选择是进狙呢 抓炮 这样的话这个棋啊 人家要吃大子 这儿就退啊 那黑方就想起进五 先补起来 红方一蹬啊 这儿黑方就一对 接下来这棋啊 让你这个狙白走一步 双方换掉之后呢 红方趁着黑方中路空虚啊 先吃一个 那这儿的话 你要是想挤住他 将来不是去抓 人家直接炮就换了 所以这儿的话 黑方不能让红方去换这个炮 否则的话就亏了 他退一步的话是保留变化 将来这个炮还可以打边兵啊 就是利用对方出狙慢 欺负他 现在红方就马上退伍 这儿抹取了石灰啊 准备去逃 黑方打掉 红方冲兵 准备呢 这个小兵过河 威胁马 这个马一走 狙就可以拿出来作战 黑方捕适啊 红方到这儿的话 他并没有选择直接冲 因为你冲的话 可能对方会向掉你啊 你一踩的话 退局再勒你一下 这个马可能 反而会被抓的 没有好点位啊 所以 红方先冲边边 等待时机 黑方到这儿就退局勒住啊 也不让你过了 那红方强过啊 黑方就先撂 然后呢 这里红方有一招平炮 他的意思是将来冲兵过河威胁 黑方自然是落相 这儿的话 红方快速把狙拿出来 黑方就金炮一打 不让对方出狙 那么这个期啊 对方正常可能是要打出来 但是这时候不敢 为什么呢 因为你一打 他有一部出老将 杀你底势出狙 这个时候你要吃炮的话 他同样 点一张退将不去抽了 但是你要是不吃炮 人家杀一张炮打绝 所以你还得躲 而且试还得丢啊 所以对方就赶快退了一步嘛 这儿正常应该是补试啊 那补试之后的特点在于呢 就是你十四进五 对方平局啊 吃相 红方再出去要对 双方这样的话就比较平稳了 那么都是可战之势 他现在走一个马H3 就是激烈化 这儿的话 牵住以后黑方就往里蹬 红方锯还是出不来 还得补试 那么补完试之后呢 是防着左边这个炮下底线 利用它 那现在他这样一走 右边炮随时可以下底线 黑方还不急 先平炮盯住马 红方倒也不怕 他有锯一炮看住 就是显得被动 那红方这起就回马 准备炮赶走 黑方的话现在就退一步 他的目的是啊 将来把锯往过掉啊 穿越一江一甩 那对方就选择退回 到这儿的话 黑方也就小足准备威胁马 红方的话即使拆炮 这儿黑方继续冲 那红方就飞个向 现在黑方这个旗啊 就下了个底炮 他的目的是准备掉 锯过来 威胁对方 那红方赶紧就上 黑方的话锯一掉啊 这边呢就有点危险了 红方这些上马去交换 黑方也就接受了 换掉之后呢 就小足往下冲 到这儿因为你将它可以推炮 有一个重炮打锯啊 所以呢 黑方不能操之过急 这儿先把足运到位啊 抓双炮去 红方赶紧把锯拿出来 准备呢点将反击 那这时候黑方呢继续下 红方现在呢 先来一个锯啊 到这个足运线 准备杀过来 进行一个反击 黑方就先点枪啊 他这儿的话就退 眼看这边要打锯啊 但是问题 黑方有个炮在这里啊 你没有机会 那这里他主动 锯二平三过来抓炮 红方就有闪 黑方趁势把这个兵吃掉 他的目的是看住自己的足 不给红方锯过来 那这个算度确实很深远了 对方一退回啊 想要走一个对炮 黑方继续呢 见风查针啊 反正这边呢 打着门攻击不敢动 这儿你要是换的话 人家也不怕 就吃掉你了 换完之后你这里啊 就要收工 足杀到九宫就完了 所以红方得保留这个炮 去纠缠 黑方就跑一平二 准备下一步 退居一将吃炮 这个棋厉害啊 那么红方进炮 远离是非之地 这儿的话 黑方就退一将 先把居放火 对方正常是要进炮 黑方这时候跑去进武 准备立中炮 或者是点姜之后 跑过甩 那现在这个棋的话 红方 炮八心一 把马压住 黑方也就放中炮了 接下来这棋一将啊 天地炮就可以破对方 那红方退居 拉住不让 黑方就炮了平一 那这个棋 红方就赶紧上 黑方先把居甩开 将来还是要为平炮 做准备 这儿还可以将军 抽对方炮 红方当然是不肯 就甩开 黑方现在这个棋啊 不动声色 阻挡过军 那么红方这儿的话 炮了退三 他是要扣中炮 吃你的炮 然后给你兑啊 这边还要杀你 一旦把中炮兑掉 就可以解除中路的危险 但是呢 黑方也是啊 不愿意啊 走炮平三啊 非常厉害 那这个棋的话 也可以说是平足啊 足一过来之后 你要对江云军给你换掉 就诛杀二九宫也厉害 那平炮的话 就想一步杀 现在红方放中炮来不及 他走的是啊 穿江先逃跑 避免抽居啊 所以这样一个棋的话 那这儿只能落实啊 你中间江泰的捕士 还是没棋 黑方这部棋更狠 那红方这个棋 又支个市 想逃 黑方去而复返 一将 所以呢这个棋 似乎红方可以先 江云军之后的指示 那你直接指示的话 这一将啊 对方也只能说是走向了 然后呢 这个小足过来抓炮 红方一气之下 就把市给打了 到这儿也是没办法呀 吃完之后呢 这边杀一将 那这儿也就上 接下来这个马就上 现在这个棋足就平 这儿红方这个马 终于上来了 下一步杀棋 但是黑方这个小足 很气人呀 他平了一步 你看着杀棋 你来不及 这儿好像是 人家快一步 为啥呢 你现在这个棋 如果落势 肯定是穿死的 但是你出来的话 一面拍死了 所以他这个足一平 就问你怎么走啊 这里啊 蓝棋棋 确实是啊 进退两难 没办法呀 只能忍输 这盘棋 物可心获胜 这盘棋